歡迎收看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由南華主場對飛馬賽事 今天來小西灣踢球,因為大球場比七人籃球賽 一年一度的國際大型勝士,一樣腦都很正常 先關賽事,首場環兩隊激戰之下打和2比2平手,未分勝負 以辭職分榜方面,飛馬落後南華一分,今場贏球就在上榜手 不過話是說,今場賽事真是高潮跌起,看看你就知 上場開賽初段,飛馬反客為主,伊達沿著右路快放,禁區邊扣順 之後左腳競射剛剛告出 不過觀眾不用等太久,這一球張昌輝出形失誤 伊達輕鬆推射空隆領先1比0 整個入球過程,伊達可有沒什麼做過 張昌輝的身影多麼失落 南華的李威廉有兩個黃金機會攀平 可惜兩道攻門都被飛馬神勇門將葉鴻輝出形封位瓦解 連失兩個單刀,波爾蒙輝說不關你事,今天的狀態不錯 梁志進又露落底全中 這下波到人味,馬利歐射門盡人屎 原本場前三分鐘,李康蓮和伊達在左路做了一個配合 這下伊達推上球之後,大腳競射過去 沒有走計了,世界球死角入幕,2比0 飛馬拿著兩球優勢回更衣室贏中 看完才知道 換邊之後,經過調動的南華攻勢稍有起色 後備入替威凌晨,這下競射多有威脅 剛剛讚完就出事了 沒有人的李康蓮離門,二十多馬一腳粒射 還中柱頂彈,張昇輝差點撿第三次球 被人騙得這麼厲害,當然換一下陳兆琦出來加強攻勢 果然出來之後,確實吸引了很多防守的注意 這一球成功逼多角球回來 葉鴻輝當然知陳兆琦有多厲害 不過這次看漏了一個,原來史高斯也是非常好球 64分鐘,史高斯投錘破網,追成1比2較接近的紀錄 4分鐘後,歐良耀衝一下凶狠的攔截 直接申請紅牌離場 不過踢出一個之後,南華更加積極 這下直接找到陳兆琦 在右邊禁區一櫥中間,插水破網,誰又是史高斯 追和不夠兩分鐘,張昇輝開出龍門球 尼奧投錘已傳被史高斯的左路去到禁區附近 左腳勁射遠處入網,完成武指氣法 打少過的南華15分鐘之內連入三球 果然是峰迴路轉 而另一邊飛馬由領先變落後 這環則要谷到盡 不過連番施射都未能造就任何入球 反而有些火藥未來越出 喵喵喵喵果然出事 伊達利亞推開威靈神 直接拿紅牌之餘,令兩隊差點打打架 哎,兄弟反面 在最後15分鐘的時間裏面 球證連發兩紅五王來控制場面 但最終影響不到賽果 最終藍華以3比2反勝飛馬進一步巩固綁手 這場綁手大戰雖然看到飛沙劈石 但賽果同樣有溫馨的場面出現 飛馬的後衛鄧敬王是一班兄弟 見證之下向拍拖三人的女朋友 Suga 求婚成功,普德美人歸 恭喜,恭喜 大家都以為踢球的人很不溫柔 或者很剛強 其實我對他們很溫柔 所以我會愛他一生一世 對他來說 超過分的 超過分的 我們很多人的武器 去過分的 頂到 太多幹了 是 無神 剪女 你